记者翁玉黄新北报道,新北市长选战进入最后阶段,媒体今天问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,最近民调都赢对手约10%,侯友宜说,民调说明一件事情,民众非常讨厌负面选举,三十多年公职生涯,我只认是非对错,不分颜色,内心永远只有一句话。 国家第一媒体追问侯友宜,还有三成市民未表态,侯打算怎么争取支持?侯友宜说,他会认真踏实,把证件来跟市民报告,我心中完全没有蓝绿,我只认是非跟对错,希望站出来的市民,跟他的价值站在一起。 侯友宜今天上午前往中和曲新生市场扫街拜票,同样的市场,苏贞昌上周五才来扫街拜票,侯友宜照著同样的路线。 沿途争取支持,双方阵营的声势不相上下,侯友宜对民众的支持充满感恩,沿途有送菜头,望来,包子,肉总,还有送葱,送水,他会继续打盘。 侯友宜说,虽然他与苏贞昌扫同一个市场,但是他是菜市场长大的小孩,所以到菜市场扫街,就好像回到自己家,那是不一样的感觉,不一样的氛围,菜市场都是我们的家人。